去年我去了温州的雁荡山 最近去了福建府顶我才发现 原来附近还有一个南雁荡山 它隶属于浙江省平阳县 这里一共有五个景区 东西洞、顺西、明王峰、碧海天城、赤岩山 这次我们去的是东西洞 到达景区路口 此次我们去的是东西洞 此时远处的高山 天空的云朵 还是让我很期待里面的景色的 景区在河的对岸需要呈竹筏过去 单呈五圆 村里人轮流每日呈伐 这河水呈绿色 旁边的潜水区则特别的清澈 里面有很多雨 今天我们来说的是东西洞 这边是东西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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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洞 还在这里 是东西洞 走进内部 远处那座突起的山 叫做骆驼山 这里游览的顺序是从右侧进山 参观西洞 然后下到山的左侧的东洞 经过的第一个洞口 叫做玉平峰 有几块巨石自然堆叠而成 在唐朝就以为人所知 还留有百里周遭雁荡山 石门天设不虚观的诗句 而穿过洞口以后 它头顶旁边的石头 叫做龟蛇相会 继续往前走 我们将远远地看到前面山峰中间有一个开口 山峰左侧凸起的一块石头 好似一个道掌柯在那里 称为道掌宁克 这里叫做云观 古有诗句 云锁天窗隐 观开月蜀明 如玉山与玉来 狂风满谷 云雾穿过关口 如海桃汹涌 更是奇怪 继续向前 你将来到仙姑洞 这里供奉的是猪式仙姑 寺庙依托山体本身的凹陷建造而成 充满灵气 和他遥相呼应的 是对面嵌入山峰的更高处的观音洞 果然神仙还是喜欢住在更神秘的地方 它头顶的两座高山也很特别 有两个同样的缺口 好像被什么东西贯穿了一样 不得不说 这里的群山真的是太美了 之后绕下山 来到东洞 这里也是唐代就已经被开发了 洞口外面的巨石圆滚滚高高的 当地人叫蜡烛峰 而且他身后还藏着一座 北宋时期留下的绘文书院 如果体力好的话 可以在这里继续向上走 一直抵达观音洞 下山后回到河边 你可以在这里看看河里的鱼 也可以额外付费 乘坐竹筛 在这里游来一圈 风景是非常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河鸟 耳边 葱 哈嘯 船 快走 小白 先让你们听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